一个人最大的清醒 管好自己 不度他人 第一节 纠正别人的后果 往往是两个人都受伤 我们都讨厌被强迫 即使我们知道他是对的 对方是为我们好 牙膏为什么非得从中间挤 胡萝卜对身体好 可我就是不喜欢吃 但是我们也同样害怕被拒绝 当别人不能领情的时候 我们感到受伤和委屈 说了多少次了 为什么不能洗了澡再玩手机呢 你可不可以为了我和你自己 把烟戒掉 这样的场面 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上演 让我们苦恼不已 却又习以为常 大多数人 都有喜欢纠正彼此的倾向 尤其是在最亲近的人之间 但事实上 对我们来说 很多纠正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没有人愿意被说服 强迫对方按自己的意志行事 只会让双方的分歧倍增 当彼此都无法说服对方时 逻辑和事实变得不再重要 情绪最终占了上风 这导致了问题的扩大化 最终从观点层面 上升到了道德和人格攻击上 我怎么会认识了你 从来没见过你这种人 我们花光了力气 不仅无法改变对方的想法 还带来了痛苦和敌对 双方都觉得自己受到了伤害 进而导致了关系的疏离 第二节 为什么人们总是想纠正别人 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 人性上有一个弱点 因为注意力的有限 每个人所留意到的 只是他想留意的部分 有个实验 给墨西哥人和美国人 快速交叉的看两组图片 一组是美国人熟悉的 打棒球的场面 一组是墨西哥人 所熟悉的斗牛场面 结果是84%的美国人 只看到打棒球的场面 74%的墨西哥人 只看到了斗牛的场面 这在心理学上 叫做选择性注意 这让我们形成了 固定的行为和认知模式 一方面像自动驾驶一样 省时省力 一方面却也带来了 认知上的局限 人们往往只能看到 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看不到缺陷和漏洞 进而在潜意识里 认为自己是对的 却紧盯着别人的 缺点和漏洞 将对方的可取之处 选择性屏蔽掉 认为别人错了 因此 我们认为的不容置变的事实 往往只是局部的事实 当我们可以站在 另一方的立场上 你会发现 他一直坚持的愚蠢做法 也是没有错的 辱之蜜糖 笔之皮霜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我们都想证明自己是对的 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最后比的就是 谁更有辩论技巧 谁的 气势足 嗓门大 体力好 有效沟通 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节 自我价值感不稳定的人 更喜欢说服和控制别人 我们在家庭关系 或者亲密关系中 常常碰见 控制欲很强的一方 一个严要求的妈妈 一个高标准的男友 女友 我们可能会觉得 他们看起来嘟嘟逼人 主导了关系的支配 但事实上 这些关系中看起来强势 施压的一方 其实依赖于弱势 承压的一方 正是因为控制不好自己的负面情绪 所以他们会施加给对方很多的期待 期待别人的改变 来让自己心情变好 因为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我得控制你 我不允许你拒绝 因为我会生气 只有你变好了 我才会感觉良好 他们需要从对方的回应里 获得情绪的稳定 和人格上的认可 他 他一边要求你 一边光怀被制的对你好 正是如此 不仅是亲密关系中 在很多关系和场景里 人们都会通过去说服他人 来收获安全感和信任 维持住自己的情绪 这是自我价值感不稳定的表现 这里要提及 一个个人成长和发展非常重要的概念 稳固的自我 他指一个人具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 并且不会因为外界的否认或者质疑而有所改变 就像同样是失恋被甩 有的人会久久地处于情绪的低谷 不断地否定自己不够好 配不上 而有稳固的自我的人 知道只是因为不合适 更容易走出失恋的阴霾 当我们有非常稳定的自我价值感时 我们就有了不需要去控制别人的勇气 别人将不再是维持情绪稳定的工具 我们也获得了情绪独立 第四节 没有人喜欢被强迫 每个人都想按自己的意愿生活 人都是讨厌被外力改变和强迫的 因为他的内部有自己的价值观 需要去捍卫 价值观是一个人赖以居住和生存的房子 让我们可以活得有尊严 有安全感 假设一下 有个人突然冲过来 对你说 你的房子要倒了 很危险 我帮你把它撞倒 不用谢我 你会怎么想 是不是会觉得它是个神经病 你感受到了威胁和恐惧 于是拼了命的去阻止它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屋子 每个人的成长环境 人生经历 人际关系都不相同 影响了这个屋子的外观和内饰 强迫别人按照你的方式生活 就像是一只青蛙 想要邀请一条鱼到陆地上做客一样 即使陆地上的世界比合理精 才百倍 这也是这条鱼承受不起的 它只想逃离 求救 封闭自己 守住自己的领地 它要保护住内心的那个自我 只有这里才能感觉到安全 让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价值观里 是对他人基本的尊重 即使他有对也有错 你不需要认同 但你得接受这个现实 一位想控制结果和关系的人 就像抓着一把沙子 抓得越紧 只会流走得越多 就像舒本华说的 在和别人交谈时 要克制去纠正别人的冲动 尽管我们这样做出于好心 因为想要伤害别人很容易 但是想去改善别人 即使没有阻挠 那也是很困难的改变 并非是不可发生的 这个过程 只能从内部开始 无法从外部强行打破 他人不想改变 你越用力 只会让别人越反感 只会让人感受到 抵触和难堪 修建起更高的心强 比喻你可能的侵犯 如果自己或是身边的人 有较强的控制 总是因为无法改变环境和他人 而带来坏情绪 我们也不必太过担心 可以利用斯蒂芬科威的 担心圈和影响圈理论 来为我们所用 这种理论提到 我们会对生活中 大大小小的事情担心 但是很多事情是无法控制的 只会带来无谓的担心 这时我们画出一个担心圈 把我们无法实际控制的事情 别人的情绪 早高峰堵车丢进里面 从我们的生活中踢出 我们再画出一个影响圈 把付出就能看到效果的事情 能力上的短板 几长时间放在里面 践行后你会发现 你对他人和环境期待的越少 你的自由和快乐就越多 改变能改变的 接受不能改变的 生活真的会明朗很多很多 第五节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设定的世界观里 也活得很好 但人与人相处总会有分歧 一个人走向成熟的路上 终将明白 成熟的一个标志 就是不再急着与人争辩自己的看法 逐渐明白 不是所有人都生活在同一片海里 成长大概就是 以前被人误解或看法不一样时 恨不得揪住对方一灵说个三天三夜 现在不了 如果你不能理解 那我就掉头而走 尊重永远比控制容易 改变自己 是改变他人和世界的最好方法 改变他人的途中 遍布荒漠和苦海 改变自己的路上 收获的是幸福和丰盛 感谢大家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给你带来启发 如果喜欢 请点赞 分享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一起探索更多人生智慧 下期视频见